您应该告诉孩子的传统礼仪 上一期我们讲了筷子的礼仪 本期我们讲吃饭的礼仪 首先第一点 吃饭时应先请长辈或哥哥姐姐先入座 正如弟子规律所说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又者后 第二点 上菜时长辈没动筷子 自己也不要动 应由长辈先吃 第三点 自己吃过或者是咬过的食物 不能再放回宫盘或者是宫碗里 第四点 吃饭或者是喝汤时 不要发出滋滋的响声 这样的吃相很雾雅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 传统礼仪不可丢 您觉得呢 您应该告诉孩子的传统礼仪 上一期我们讲了吃饭的礼仪 本期我们继续讲 首先第一点 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想打喷嚏和咳嗽 应该用单手眼住嘴朝向无人的一边 第二点 吃饭时不能将碗放在桌子上低头扒饭 而应该用左手端住碗 第三点 口中含着饭菜不要说话 以防把口中的食物 喷到别人的身上或者是盘子里 第四点 我们说夹菜时 要夹自己面前的这一侧 不能夹别人面前的 更不能在盘子里 吃饭来不去 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 传统礼仪不可丢 您觉得呢 您应该告诉孩子的餐桌礼仪 上一期我们讲了吃饭的礼仪 本期我们继续讲 首先第一点 在吃饭时呢 不能翘二郎腿或者抖腿 第二点 吃鱼的另一面的时候啊 不能说翻过来 而应该说滑过来 第三点 给别人添饭的时候呢 不能问还要饭吗 而应该说还添饭吗 第四点 吃饭时呢 不能突然离席 端着饭去到别的地方 也不能一边吃饭一边做别的事情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传统礼仪不可丢 您觉得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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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